好 我們針對尼河類來看一下 他雖然有很多參數 但是我先提一下 原則上 只要是正常的人 都不會去射 我竟然是畫 任意曲線 是不是大概就好了 所以說等一下你也是快速的知道說 其實他有一些設定 但是說真的沒有人會去射 你們正常應該是 就是上課這次去射而已 以後都再也不會去用他了 你就知道就好了 因為既然沒尺寸我管他那麼多 好 SPL 然後呢 我要先把它改回尼河的 那正常的話 假設我點12345 結束就是結束 這是預設可能是長這樣子 那剛剛有提到了 如果說你按C封閉 你可以把這條線封起來 同樣點這幾點 那 如果你打的是切線方向 切線方向是指 結束這條線 打T 下面有T 結束 結束這一點你想要怎麼切 你想要這樣還是這樣還是這樣 還是這樣隨便你 反正有預覽 點下去就結束 好點下去就結束 所以看你要不要 要不要決定這一點的期限 不要決定就會是預設的 他幫你抓 那再來就是說 他的公差 公差就是指 要跟這些頂點的關係如何 那 SPL 然後呢 你先點一點 先點一點裡面有L公差 L公差 那現在是0 0的話意思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線還是會通過你點了點 看到 還是會通過你點了點 那你如果公差給的越大 L公差 假設我給個10 那就代表你點了點 會 差 遠一點 那是不是真的差10 不是啦 那個他有個數學公式去計算 只是說反正你數字越大 他會差的越遠 就只是這樣而已 他會有個公式去算 假設你給50 那他就會再差的 哎呀 我沒點好 他就會再差的更遠 這樣子 所以你大概知道就好 因為我講過其實 我不小心按了F1 這個東西真的太少人用了 然後再來呢 再來 他我剛才講 他不是一個計算的公式嗎 計算的公式 還給你3個公式 囉嗦 還給你3個公式 所以說 SPL裡面的 你可以先打K節點 K節點 然後就跟他講 你是要用這個公式 還是這個公式 還是這個公式 那到底詳細是哪一個公式 就是 弦平方根跟均勻 到底是哪一個公式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你輸入不同的方式 那你會發現 你同樣點 一模一樣的點 但是你出來的結果 會 不一樣 可以嗎 出來的結果會不一樣 假設我用均勻 可以拿 先打 可以 然後我換成均勻 我剛剛這個點錯了 這應該用C close才對 那沒關係 我既然用點了 我就全部都用點了 我這裡一樣用點了 這樣 這是不是不一樣 但是我點的是一樣 說真的 我剛剛有提過 這不是很重點 知道就好了 來自己試一下 關於霓核 我一併把它講完 反正這個真的 知道就好了 來 SPL裡面 如果我今天把方式換成 CV 可以嗎 CV就是另外一個畫法 這個畫法是會更 更跟你原來的點 更沒關係一點點 可以嗎 那它一樣可以控制 其實你也可以讓它比較有關係 就是打D角度 我們來看一下 SPL 這裡已經有跟我講 我現在是用 用CV 角度是3度 有沒有 內定它這裡有一個 那你一樣可以先打D 度 你可以改 如果是1度 1度就代表它幾乎 跟原來的東西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曲線幾乎看不出來 那角度越大 它就會越平均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控制 我希望它均勻一點 還是不均勻一點 這個自己設就好了 好不好 來 試一下 那我再強調一點 通常 我們都是亂點而已 我只是要畫個 畫個庭園 中庭的一個花圃 或者是畫畫什麼 葉子 畫畫什麼 就是沒有尺寸的東西 所以很少人會去特別設置這些東西 來 試一下